他自己在葡萄甲谣去的 日本本来的朋友 葡萄甲威 那么你懂得在葡萄甲的 女人 tratar你做的事情 在葡萄甲谣来发生的 唐喆 我跟葡萄甲尹 为什么要成为的 说不定 专业店 我跟葡萄甲谣 其实我大家都知道 日本是一个很热爱猫咪的国家 也相当多优秀的艺术家引化猫为主题 我很高兴能够让《秋花洞》带着我跟我的作品 一起让大家更认识我的猫的系列作品 猫咪的自在跟不理人 我觉得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世界 他们可以很自在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在一个社会体系里面可能比较难去做到的 对 如果遇到什么时候 例如有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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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有猫 一定会的 无数客人跟他们说话 那遇到挫折的时候 就会不断去搬弄他们 去揉他们 因为我觉得猫咪他们好像相处久了 也能够感受到主人的一些情绪 所以当你情绪不好的时候 他们其实是会很撒娇的 会任你摆弄的 因为我感觉到这些情绪 因为我感觉到这些情绪 我感觉到这些情绪 也会很拥有 或者是这些情绪 也会很拥有 所以我感觉到这些情绪 在作品里面 我融合了很多织品的描绘的部分 那在织品跟动物的表现手法上 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所以说我很想要世俗的 用所谓的日本画 或者在台湾叫交彩的这个材料 在一张画面上 呈现他们更多元的一个表现的方式 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融合这样 我很开心听到大家看到我的作品的时候 都会传达出一种好幸福 好温暖 或好愉悦的感受 那希望我的作品 能够一直为大家带来这样子一个 很愉悦的一些情绪 谢谢大家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